大家好我是Wiki 我们要来上生物课了 但是在上生物课之前 我们来做一个心理测验 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 不要每次一来就是开始在那边 上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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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做个心理测验 OK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心理测验呢是要问你 房间里面什么东西最能够吸引你的注意力 A是电脑 B是梳妆台上面的一个软电 再来吸电视的空气 租茶几上面的剪刀 好选好了吗 OK好来 如果你是选择A的人 你可能是天生的工作狂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准 因为国中生选电脑 可能是为了要打电动 对不对 OK无论如何 这是网路上的一个心理测验 它是这么说的 好再来B B的话呢 你选择了梳妆台上面的软电 那你是一个爱情至上的人 OK 你可能就是一整天都想要谈恋爱这样子 好 C 你如果是选择电视遥控器的话 那么你是一个自尊心过剩 有点自恋的人 明明是小猫 却以为自己是狮子 明明是小猫 但是呢 却以为自己是狮子 好 OK 这是自恋狂 好 如果你选择猪呢 选择茶几上面的一个剪刀的呢 哇 那很不幸 你可能是一个颓废的人 整天寻求刺激麻醉这样子 OK 好 这个是我从网路上找来的 这个心理测验 好 还有一个心理测验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稍微准一点 至少对我也蛮准的 来 他是要问你 你是什么样的说话高手 这个心理测验呢 有比较复杂一点 你会看 我切换过来 你会发现 题目密密麻麻 来 那请你依照你所选的 A或者B 来前进 比方说 第一题 他是问你说 雨下的 你现在听到下雨 你只要想到下雨 你脑海里面会想到 倾盆大雨的 请你待会继续看第二题 如果你想到下雨 就想到阴雨绵眠 有点 到处都是在飘雨 然后整天都湿答答的 很讨厌这样子 阴雨绵眠的 那你请 待会请看第三题 可以吗 你选 你觉得 你一想到下雨 就想到倾盆大雨 就选2 就继续走2这条路 如果你觉得是阴雨绵眠 就走3这条路 可以 好 来 那 选择2的人 你刚刚觉得 一想到下雨 就想到倾盆大雨的 那你现在是要回答第二题 对不对 好 你吃饭都是狼吞虎咽 还是细脚慢咽的呢 如果你是狼吞虎咽 那请你待会走第4题 如果你是细脚慢咽的 请走第5题 可以吗 好 好 那刚刚 想到下雨 就觉得是阴雨绵绵的 我们现在要看第三题 对不对 第三题跟后面我一次列给你 好 第三题的就是 如果你觉得雨 一下雨 下雨的时候都是阴雨绵绵的 那我们现在走第三题 来回答 走路 你都是急急忙忙的走呢 还是不慌不忙的走呢 OK 如果你是急急忙忙的走 请看第5题 如果你是不慌不忙的 请看第6题 可以吗 好 OK 那请你把这些题目把它看完 然后把它走完 他会把你分为A B C 猪四种类型的人 好 那我 你可以把影片按暂停 然后呢 我就直接进行下去了 好 如果你选出来你是A的人 你是一个说话高手 哇 你很 跟任何人都能够聊天 聊得很开心 那任何人跟你聊天 都会非常的愉快 他觉得 哇 你讲的话好有趣哦 这样子 好 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说话高手 那如果你是B呢 A 稍微差一点 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呢 你只要多练习几次 你一样还是可以成为说话高手 好 好 如果你是C的人呢 嘿 C的话 我就是选择C 好 而且我选了好几次走不同的路线 好 第一题 一开始不是选择说 想到如果是青盆大雨走A 走2 然后如果是英语绵绵走3吗 我故意在那边把他走不同的路 后来还是选到C 很厉害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好 我是C这种人 呃 基本上 我在办公室或在家里面 是不说话的 好 你看我现在在这边 一直讲话一直讲话 但是我平常自己在办公室 好 跟其他同事的是在一起的时候 我是不说话的 好 我在家里面跟我爸妈面对面的时候 我也是不说话的 哎 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好 但是你问我问题 我会非常愉快的把我所知道的东西都跟你说 好 所以我必须要有人跟我搭配 就有点像是相声的时候 叫有一个人 主 那个主讲 另外一个就跟他搭配 那个 呃 附和这样子 嘿 我就是这样子的人 真的就是这样 好 那 所以 呃 我的学生来到办公室看到我 怎么老师都一个人静静的在那边打自己的电脑而已 好像跟其他人感情都不好 其实不是 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话 好 OK 但是你问我问题 我一定会回答你 嘿 好 那 这 呃 算是一个搭配高手啦 好 OK 那如果是诸的呢 哎 他这心理测验说你是一个请听的高手 好 也就是说 你不太会说话 你就是听 好 OK 好 那 不知道你觉得准不准 好 我是自己觉得蛮准的 因为我做了好几次 都是得到相同的答案 那我在上课的时候给同学们做这个心理测验 很多人都说 哎 老师我听你的话 故意选不同的答案 结果还是到 ABC 还是跟前一次选的一模一样的结果 哦 好好玩哦 对 我就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心理测验 好 但是做完心理测验 我们要回过头来了 哎 生物课跟心理测验有什么关系啊 啊 生物课跟我们心理测验有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在自然课里面做一个心理测验呢 哎 我先不告诉你这是什么关系 我先告诉你 我抓到了一只生物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抓到了它 哎 我想养它 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它的生活习性到底怎么样 我都不懂哎 你说老师老师 这是宝可梦 你上网去查 哦好 上网去查 很简单 宝可梦 宝可梦图鉴 还没打完就已经列出来一大堆 什么 还有一代二代三代 然后二三五这是什么东西啊 哇崩溃啊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鬼 哦 OK各位 要查图鉴也不是这么容易好不好 如果这个生物有很多种的时候 查起来很辛苦的 比方说昆虫有几千种几万种 你怎么去慢慢查 你从第一只 你说老师拿着昆虫的图鉴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翻太久了 那不行这不是一个好方法 所以 还记得前面的心理测验吗 前面的心理测验 他做的是用简单的几个问题来把人分为几个那个类型 好比方说第一题 他就问你你喜欢什么东西吗 你想到什么东西 你喜欢电脑还是剪刀还是什么 就把你分为ABC诸四类 然后呢 第二题心理测验 他是用比较多的问题 一样把你分为ABC诸四类 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心理测验啊 我们可以把生物分类啊 利用一些问题把生物分类 然后就比较好找到他了嘛 至少比这样子来的简单啊 对不对 OK 好 来 那你看我们之前就是利用这些题目 把你分为 A B C 诸的四类人嘛 所以他其实就用一些问题来问 那我们也可以参考这个方法 好 那登登登登 宝可梦的测验来咯 来OK 现在有一个测验来问你 颜色是蓝色还是非蓝色 嗯蓝色 好 我们走上面这条路 OK 那他有耳朵还是没有耳朵 诶 有耳朵嘛 看起来是有耳朵的 好 走上面这条路 再来 他是水生还是非水生 诶 他有 他的有尾旗 所以他显然是水生 好 假设 我这样子查查查 查出来 啊 原来他叫做水衣布 然后呢 请翻到宝可梦的图鉴第20页 就有他的习性说明 嗯 这样子是不是简单多了 至少 我这时候问几个题目 我就可以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嘛 对不对 好 再举一个例子 现在这一只 蓝色还是非蓝色 非蓝色啊 所以我们现在走底下这条路 再来 继续问你问题 他身上有没有火 身上有火 好 OK 那告诉你 这是猎验码 请直接翻到327页 所以 这种方式 假设今天有很多很多很多生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借由几个问题 然后很快速的找到他的名称 然后还有 我们要翻到图鉴的哪一页去 会比较简单 总比你从第一页慢慢翻慢慢翻来的容易 宝可梦 一代二代 金版银版 你加起来有好几百种 你要慢慢翻要翻很久 那还是宝可梦哦 现实生活当中的昆虫是几千种几万种的 你要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都累了 所以我们就借由简单几个问题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快速找到一个分类 然后就翻到 比方说这列页码在327页你直接翻到327页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刚刚要用心理测验来告诉你的原因 因为其实这就是跟心理测验一样 快速的用几个问题帮你分类 好 这是我们的运用 那这个东西我们称之为检索表 好 那我刚刚的检索表是依照这六只宝可梦来做分类的 我自己做了一个分类 好 我把这六只宝可梦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分类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 刚刚看到的 颜色是蓝色有耳朵水声的水衣布 然后呢 颜色是非蓝色有火的 这个是列页码 我是这样子分的 我画了这个表 那这叫做检索表 在生物里面常常运用 好 那 你仔细看一下 它为什么都是两个答案的问题 你仔细看一下 这里 蓝色 非蓝色 答案两个 有耳朵 没耳朵 有耳朵的水声 非水声 没耳朵的四只脚 不是四只脚 不是蓝色的呢 身上有火 没火 你看看 这全都是两个答案的问题 为什么要这样子 其实这有好处啊 你想两个答案 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把它转换成为 yes or no 所以我们一开始说蓝色或非蓝色 其实我们现在就可以说 它是蓝色的吗 是跟否 如果是是的 还有一群都是蓝色的 那我们要继续把它细分下去 为什么要继续走 因为我们要继续细分 好 蓝色的 有耳朵 好 OK 那蓝色的 有耳朵的 好 有耳朵吗 yes or no 然后呢 有耳朵的呢 再继续细分 它是水声的吗 yes or no 如果是yes 它是水一步 如果它不是水声的呢 这一只叫马 马利路 好 那再来 没有耳朵的 好 我们现在把 有耳朵 然后水声 或者非水声的分好了 再来 没有耳朵的 没有耳朵的 我们还要再继续分 它是四只脚 还是不是四只脚 如果是四只脚 结尼龟 不是四只脚的 橘石兽 好 好 那不是蓝色的这边呢 我们走 它身上有没有火 yes 有火的 那是烈焰马 没有火的 no 没有火的 那是皮卡丘 我们就可以用 yes or no 来代表 所以 刚刚写很多字 现在就可以 蓝色 然后yes 往上走 no 往下走 有耳朵吗 yes 往上走 no 往下走 我们就可以用 yes or no y跟n 来代表 简单的多 那 现在是资讯的时代 我们不一定要用到yes or no 我们可以用0跟1来代表 0代表no 1代表yes 所以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这样子表示 在电脑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表示 所以甚至你可以在电脑里面储存资料 就储存为00是皮卡丘 01是烈焰马 111是水衣布 110是玛利路 这样子 就这样子 一个一个把它排下来 所以 这个是 在现在电子的时代 资讯的时代 用改成0跟1来代表 所以我们讲两个答案刚刚好 因为电脑里面刚好只能存0跟1的资料 你在电脑上面看到这么复杂的东西 它其实都是0跟1所储存的 所以 我们 这样子 直接把它分为 是或否 刚好就用0跟1来代表 很方便 他就说 老师不对啊 这样子 每次都只有分两个答案 这样子不会太没有效率吗 会不会太没效率啊 都只有两个答案 为什么我们不找那种 有四个答案 五个答案的 一下子分得很开呢 其实你不用担心没有效率 两个答案的 很好找 因为你只要找一个 是或否的题目来问就可以了 那有时候的四个答案 或五个答案呢 不好找 所以 我们一开始都是选择这样二分岔了 那你说会不会太没有效率 其实不会 如果你来看一个影片 那我把影片抓一张图下来 这是哈佛大学的 那个 普通科系 比方说一些人文学科 他们在上资讯课 要上基本的资讯 这叫CS50的课程 那你可以到网路上去找 CS50 你可以找到都是影片 那有大陆人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他的第一节课就是叫学生 在那个一千多页的电话簿里面 找到一个人 那你怎么翻电话簿啊 从第一页慢慢翻 不是啊 再来 或者ABC出来翻 这样子也有点慢 其实 有更快的方法 直接翻到最中间 比方说你今天想要找一个叫Smith的人 比方说他的姓氏是Smith Smith先生 好 那你直接翻到中间 中间可能是L 那S应该是在后半部嘛 所以你可以把这电话簿撕成两半 前半部我不要了 我知道我要找的Smith先生在电话簿的后半部 所以前半部就把他丢掉了 那这个老师他就叫他的学生上台表演一下 真的把电话簿撕成两半 然后这个呢 丢掉 Smith先生的电话在这一边 所以我们把这边保留这个丢掉了 OK 好 再来 留下的这半本 一样在翻中间 翻到的是T 一样撕成两半 把后半部 丢掉 因为T是在 T是 已经是在S的后面了 所以中间如果是T的话 那S一定在前半部 所以把后半部丢掉 就这样子 利用这种方法 可以撕个几次 就找到Smith先生他家的电话 所以说老师那到底要撕几次啊 其实很快哦 超乎你的想象哦 假设这本 那个电话簿有1024页 请问最多最多要撕几次才能够找到资料 就是超乎你的想象 只要十次就好了 为什么 一次就是分一半嘛 对不对 那我这张分分分分分 诶 12的十次方就1024啊 所以我最多撕个十次就可以撕 就可以留下的那一页刚好是Smith先生所在的地方 那你觉得十次很多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那8192页的电话簿要撕几次才能够找到资料呢 一样我们把一半的都丢掉一次留一半就好 要几次呢 1024要撕个十次 那8192应该多很多吧 不 超乎你的想象 其实多不了多少 只要13次就可以了 因为2的13次方等于8192 所以你觉得说 我们那个二分岔检缩表 都是只有问 都是那检缩表都是用那种 两个答案的问题 很慢吗 其实没有 有没有非常吃惊啊 吓到吃熟熟啊 8192页竟然比1024页 只要多三次就好了 那所以我们 我们都只找那种 只有两个答案的题目 因为容易找 yes or no 然后呢 它又其实很有效率 你根本不需要额外去找那种 那三个答案四个答案的 那种相对难找的多 所以我们做检缩表的时候 都是用这种两个答案的题目为主 好 因为它其实很有效率 好 那我刚刚秀给你看的是一个检缩表 当然那检缩表的画法不是唯一的 那有其他不同的画法 比方说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检缩表 好 OK 那这个检缩表画的比较不好 所以拉的比较长一点 好 但是这也是一种检缩表啦 好 那有了检缩表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青 在那个生物跟 生物跟生物之间是不是有一些关系 好 比方说我今天抓到了一只生物 抓到一只新的 好 OK 哇 请问一下它跟这个宝可梦 哪一只比较相似嘞 我们就可以看一下 当然我们不是科学家 我们做出来的检缩表 可是可能不是那么好 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它跟谁比较像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它是蓝色的 yes 然后它不是水生的 好 它no 不是水生的 所以它跟玛丽露比较像 oh yeah 我们是好朋友 然后玛丽露飞过来 跑过来 然后就发现 啊 谁跟你好朋友 我最怕老鼠了 好 哆啦A梦的耳朵是被老鼠给咬掉的 所以它看到老鼠最害怕了 好 那 你叫它跟玛丽露在一起 它会吓死 OK 好 那讲到哆啦A梦 网路上有一个人很有意思 他叫熊猫盒子 大陆人 他画 他用哆啦A梦画了很多超级英雄 那 你们可以 有兴趣可以上网看看 那 但是呢 介绍这个的意思是要告诉你 来 这边有六个超级英雄 都是 都是哆啦A梦的 好 那也都是这位熊猫盒子画的 来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检索表 请你自己做一个检索表 OK 好 请你自己做一下 好 好 那 呃 你可以 好好练习 你可以自己练习一下 但是呢 我要继续往下走了 我要继续往下讲 好 那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二分岔检索表 就是 它都只有 两个答案 两个答案的检索表 好 我们称之为二分岔检索表 那它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 什么缺点 就是它很占空间 你看 才这么几个问题 才六种生物就已经画不下去了 好 因为它有一些空间是空白的 空白的 空白的 好 所以 它就很浪费空间 所以 一张纸 一下子就画不下去 你要接纸来画也很困难 因为 因为它一直分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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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稍微把它改变一下 好 我们这时候把 你看了 我们一共问了几个问题呢 其实我们一共问一二三四五五个问题 好 所以 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五个问题 依序把它写下来 就不用画这么远啦 对不对 好 那 呃 但是要写下来之前 我们还要再做一个小小的改变啦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的是yes or no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要把它改成 A跟B 我们习惯上 其实你真的要写 Y跟 那个yes or no 其实也没人能够阻止你 但是习惯上 我们都习惯把它改成A跟B 好 把那个Y那边取代为A N那边取代为B 而且是小写 好 好 那 后面的我们一并把它取代下来 OK 那 我们就可以依照这个 把它一行一行 写成一行一行的 就比较不会占位置 好 怎么写呢 来 我们把刚刚这个把它列下来 那 呃 第一题的1A 好 1 1A 就是蓝色嘛 对不对 然后1B 1B等于就是非蓝色嘛 对不对 好 那 第一题 A 诶 还蓝色的还有好多只啊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往2来问 所以 请走2 然后 2 这个问题是水生或非水生 好 我们就要继续走2 然后 那个 水生或非水生 有很多 有还要继续问下去啊 所以我们还继续走 OK 来 2A呢 是水生生物 但是呢 还要继续分 所以我们要走3 那 非水生 蓝色 而且非水生了 诶 我们刚刚这六只里面就只有一个 就是玛丽露 就玛丽露 那就直接就是它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它了 不用再分 好 那 蓝色 水生 有尾巴的 好 我们要继续分下去 有尾巴 或者没有尾巴 诶 没有尾巴的 没有尾巴的是橘石兽 不用再分了 OK 到此为止 但是呢 蓝色 水生 有尾巴的 还要继续分 因为还有 我们要继续分下去 好 那我们就是走4 有角 跟没有角 好 有角的是水衣布 没有角的是杰尼龟 好 蓝色的生物 到此 全部分完 再来我们剩下的是 非蓝色的生物 我们来分 OK 好 非蓝色的这一区 我们刚刚还没列 对不对 我们还没列进来 还空着 来 那这边已经 1 2 3 4 4个题目了 所以 这再接下来 就是第五题 第五题 它身上 有没有带着火 有火 跟没有火 身上有火的是恋爱码 身上没有火的是皮卡丘 好 就这样子 我们依照这种方式 把原本很占空间的 二分叉检索表 左边这种 我们叫做二分叉检索表 转变成为 右边这种 叫做数字检索表 那 这个数字检索表呢 就很省空间 而且要印在书上面 就很方便 下一页下一页下一页 你可以一直印下去 没关系 所以就会简单很多 但是 数字检索表 编写起来 稍微麻烦一点 所以现在国中里面 就不讲了 我是额外说的 你不用担心 这个不会考 我是告诉你 可以这么做 因为 二分叉检索表有缺点 所以我们 有进一步的改进 成为这个数字检索表 那 你平常如果有在看一些图件 植物图件 鸟类图件 他们用的都是数字检索表 这是 近一步 告诉你 原来二分叉检索表 还可以再改变 好 那 这其实跟我们刚刚的心理测验是一样的 刚刚心理测验不是这样子问你吗 雨下的都轻盆大雨 轻盆大雨走二 英语绵绵走三 那刚刚这样子列法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改变成为数字检索表的写法 是不是看起来简单多了 清爽多了 上面这个 上面这种方法有点讨厌 对不对 下面这看起来清爽多了 所以 其实 我们做数字检索表 跟心理测验的写法是一样的 你如果曾经在电脑 或者在报章杂志上面 做过这种心理测验的做法的话 其实你应该很习惯检索表了 所以你平常 有时候自己在做一些资料整理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利用检索表来做分类 那把东西分到几区 之后你要找也会比较好找一点 OK吗 好 那这个东西呢 检索表 它运用非常广 那如果说生物量不多的时候 可能就是这样子 直接弄一个全部的表出来 让你对照 数量不多的时候 你还可以这么做 但是如果是几千种 几千种生物的时候 图鉴里面有时候一列就几千种 那我们后面 一般图鉴就都会 你怎么翻 很难翻啊 所以一般的图鉴就都会列一个 检索表 让你依照这些问题下去 找到你想要的生物在第几页 好 像这个 它有670种 所以你要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吗 那也太没有效率了 对不对 所以就有一个检索表 很快速的让你可以知道 哎 我要的东西 我要的东西再拿一页 直接翻到哪页去就好了 好 好 这是检索表 那 呃 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运用啦 好 那 希望你对于这个检索表 能够有一些理解 那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好 对了 再提醒一下 这种东西 我们学生物 是要跟生活运用在一起的 所以 告诉你 它其实就是跟心理策略一样而已 所以不要把它想的太难 好 不要想的太难哦 没有其他问题的话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OK 拜拜 拜拜